生肖猪属猪的人天生有福 不仅有口福 而且还有财福 财运总是好到不要不要的 基本上一生到老总能混到个衣食无忧 富足安康的品质生活 而这全是因为属猪人非常懂得花钱 不仅懂得投资别人 还懂得投资自己 无论是人际关系 还是理财制产 亦或是孝顺父母 他们从来不吝啬付出 所以上天硬币 财神庇佑 总能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 大发横财 生肖马属马的朋友向来不喜欢贪小便宜 对看重的人十分慷慨大方 命格之中有裁员 5月17日运势上将会得到回转 俘虏双全 倘若把握住好运 步步高升收获多多 另一方面生肖马的人因为有好的人员 朋友们也会经常带给他们各种新项目消息 令人惊喜 往后横财望一 零年前景一片光明 生肖虎属虎的朋友聪明 富有智慧 生财有道 5月17日开始聚财八方 红运大发 横财不断 福气满门 财运如红 出门遇贵人 好事接踵而至 他们善于经营人际关系 形势一片大好 事业发展迅速 注定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 赚到腰缠万贯 一顺百顺 生肖属 5月17日之后 生肖属的人运势变得极旺 虽然会有一些阻碍影响自己 但是有许多贵人的出现 帮助他们化险为宜 低开高走的运势 能够助他们组建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好事会接二连三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生肖羊生肖羊的人来到今年不可单枪劈马 最好是与他们合作 周围的亲戚朋友或者是路人都有可能是自己的贵人 在5月17日之后生肖羊的运势一触即发 急望的运势不可阻挡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他们大展拳脚的时刻 机会多的忙不过来 只要稍微努力 抓住机会 成功就在眼前 生肖羊鼠舌的人在5月17日后 事业会有突飞猛进的进步 在财运上也有意外惊喜 他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前程似井 好事多多 一整年都会顺风顺水 万事大吉 心机为巧 祖业凋零 离乡别仅可乘家业 出外有贵人扶持 一生无行客 无大难 只是救人无功 恩终赵苑 众益青财 33岁方知劳苦 凡事顺意 虽然半辈子辛劳 但是在40岁之后 便会苦尽甘来 获得回报 生肖鸡属鸡的人 他们受到的影响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大 在5月17日后 赚钱的机会非常多 只要抓住这些机会 他们必定可以大吉大利 财运望不停 此命为人品性 自当自单 做事有时有中 池塘鸳秘食 获聚获散 劳心费力多成败 出现蕴含多博杂 祖业破败 一切都得靠自己重新白手起家 40开外 如传玉顺风 50多岁安稳 莫现滔滔事业心 生肖牛 属牛的人5月17日后 运势有了吉星加持 一切顺风顺水 福禄双全 身边会出现广泛的合作机会 凭借自己超群的能力和智慧 事业快速进入上升期 财路大开 财员滚滚进家门 吉祥如意 不论是是偏财 还是正财都在大涨 财路大开